照破课程 自然离爱 我们现在有没有离开这些爱 加一个字就更加圆满了 爱着 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放下爱着呢 因为没有照见的功夫 换句话说 没有真实智慧 因此我们对于这个爱着呢 一丝毫都不肯放下 那什么叫做课程呢 大家看参考资料下册 一千零十四页 一千零十 它就倒着翻 从后面翻比较快 一千零十四页 课程 有看到吗 好 他说 烦恼非心性固有之物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 心性就是我们真心嘛 我们真心里面有没有烦恼呢 没有 也就是说 我们真心里面是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没有起心动念的 所有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是虚假的 那这些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又从哪里来呢 后面就解释了 为 为就是由于 为迷离而起走 顾名之为客 你看我们凡夫啊 可怜就在这儿啊 迷离而起啊 迷就是迷惑了 理就是真心了 我们对真心不了解 没有搞明白 真心迷了 这个人就会起妄念 所谓的 一念不绝而有无名 这个妄心非常威系 出众的妄心我们能够觉察 但是 唯系的妄念呢 我们没办法觉察 谁才能够觉察到 唯系的念头呢 原教八地菩萨 阿维悦知菩萨才行 那我们有的妄念之后 接着就产生分别 有的分别之后呢 就再产生执着 妄心呢 把这些分别执着呢 都看作是客 其实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呢 真心才是主 妄心是客 所以有的分别执着 妄念之后啊 就让我们心性 不纯 不散 不敬 学佛到底学什么 就是把这个课程 把这些灰尘 把这些染污 全都清除掉 好 这是简单解释一下 课程 我们继续再看注解 那么在注解里面 就告诉我们 要能够照见课程 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自自然然 就可以离爱了 远离这些爱人 也是底下所讲的 无有贪然 遇到顺尽善缘呢 您不会有贪恋之心 不会有控制之心 不会有占有之心 说实在的 所有执着当中 最难放下的执着 是哪一种执着呢 大家看这个爱字 爱当中有个什么字 爱是两个字 我们讲正体字 正体字这个爱 是两个字合在一块的 一个是心 一个是受 最难放下的就是情指 所以我们呢 要晓得 这一切现象 都是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您再喜欢的人 再恩爱的人 他再怎么照顾您 帮助您 他能不能够 永远陪您一辈子 不可能 到最后怎么样呢 还是要各奔前程啊 六道里面 大家各去各的发解 所以这个真相 我们要把它看清楚 那我们现在学佛了 知道这些静缘 都是不能永远 具有的 那就应该把它放下 什么东西是 可以 让我们去执着 分别它呢 而且还能够给我们 带来真实利益呢 阿弥陀佛 这一个 道理 这个事实 师尊在镜上 讲得非常详细 尤其是 这部无量寿静 所以我们对于 现前 临所 贪染这些东西啊 爱着的东西呢 要尽快放下 八万世纪烦恼 哪一个烦恼最重啊 就是那个贪 你看这个中国字啊 贪 是哪两个字 贿一字 看清楚 贿一字 你查一下 缩文解字吗 两个部分 下面是个经 上面是个经 就是现在咯 现在心上 你放的是什么 贝 古代嘛 没有钞票 用贝壳 来做这个符号 做这个记录 所以这个贝 凡是那个 汉字里面 有那个贝的 都是有那个 金钱的意思在里面 五欲 哪一个欲 放在首要位置 钱财 但是在看那个财字 左边是贝 右边是什么 老祖宗很有智慧的 右边是什么 一把刀 是不是 你要钱 他也要钱 那大家是怎么样呢 争了 强了 要放下 要懂得这个道理 命中有时 终须有 命中无时 莫强求 而且孟老夫子也教我们大家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如理 如法的 去求财 就不会有灾祸 财分为两种 一个是 急财 一个是 凶财 凶财麻烦大了 用非法手段 得到这些凶财 将来会得到什么 灾祸 积财呢 怎么花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来得正嘛 所谓的 祸备而入 必备而出 这都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四书 我们建议 其实建议诸位同学 有空看一下 四书太好了 您纵然 四书不能够背下来 至少大学中庸论语 要常常看 常常看 大学中庸论语 您就知道 怎么跟人家打交道 就知道怎么去看人 看他的面相 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 他说什么话 你一听就知道 他是说的真的假的 虽然知道 但是也不要戳穿人家 是不是 给人家自尊 给人家面子 现在人不读古书 不懂得 怎么要去为人处事 所以他们造这个业 其实让我们感觉到 也蛮可怜他们的 我们算是 亿万人当中少有的 能够听闻到正法的人 应该要天天学习 我看一眼都不读古书 我看一眼都不读古书